《大香港主義》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早晨 第第三節的《大香港》 早晨 沒錯 今節我們又講一下AI的話題 因為AI真的很厲害 人家最喜歡的AI話題 是的 大家喜歡的 我怕大家追不上時代的步伐 因為我現在已經全新投入AI 都裝了AI的討論群 是的 是的 都蠻好的 有時有些實用 有時有些我用不到 寫曲那些我用不到 有時有些無聊的東西 所以現在都沒有什麼懷處 暫時裝了那些群組 是的 現在是AI科技一日千里 每個人都要出AI 這樣 暫時一馬當先 就是這個微軟的兵 就叫做一馬當先 是 因為 你現在就 哇 每個人都排著隊 去申請 想試用它這個兵 是 因為它有這個最新的 GTT的 4.0 是不是 定環市已經去到5.0了 可以給你申請試用 這樣 還有 因為你那個AI 連合那個油冷器 這件事本身是 連合那個搜尋軟件 本身這件事是 很實用的 這樣 所以 就是那個search engine 是的 那個search engine 啊 那你要申請 就是 你要申請 然後才可以排隊 可以試用的 這樣 然後它去到某個日子 這個時候可能會通知你 那你現在的戶口就可以用了 這樣就可以用到了 這樣的狀況 現在就是 就是 經過這麼多年之後 Microsoft的search engine 終於有人用了 嘩 我真的 我以為 在這個AI這件事 開始發生之前 我以為Microsoft要死的 都不會的 Microsoft 你還有Window 哈哈 是不是 但是你其他 就是 就是 Active 用的東西 就好像比較少一些 是啊 那 現在就 那個兵就走出來 一馬當先 就令到它 起死回生 這樣 現在是 完全是 供不應求的 這個AI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咦 其他人都急起直追 譬如之前 老闆就說 Elon Musk 就叫大家不要開AI 就扔掉它 那他就要出這個 是啊 是啊 就是GPT 那樣 這個真理GPT 就是那些東西 找了名字 改一個好聽一點的名字 那我也不覺得好聽一點 如果他的AI 不要太阻礙的話 但是不要太防疫的話 我會用他的AI 哈哈 因為我有時跟AI說話 我是生氣了 嘩 那個AI真的很阻礙 我想說 因為我現在用來 譚仔發了一個 譚仔發了一個機構給我 現在那些機構是可以自己自訂 設定 這樣 我正在學日文 然後現在我就在看動畫 然後我開著日文字幕看動畫 然後我就把 我有時看不明白那一句字的話 我就會 因為我就算轉回它 做中文或英文字幕的話 我都未必理解到那句的 context 或者 可能未必很準確 然後我就會把那句 放進去那個 教日文的 那裡 然後就叫它翻譯給我 然後解釋給我聽 可能文法那些 然後我那天 我只不過真的 半字過字 把那句 對話放了下去 那裡 它不肯幫我翻譯 它說我 犯人 你說什麼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只不過 我還在看SpyFamily OK 我不是看什麼 真的很犯人的東西 等一下 我看一下 開了 說什麼 我要殺死丁力 這個混蛋 欸 什麼 什麼 日本的東西 應該很少很犯人 然後 我會拿 搶奪 等一下 我會搶奪 它那個 什麼 假髮那個 那個 搶奪它 什麼樣子 那樣子 不知道向黃昏 不知道搶奪什麼 那樣子 然後 它就說 它說 有 不適合 和 罵 然後它就問我 學日文的AI在哪裏有 我貼在龍馬日本野教室那裏 那個群組裏 那裏 然後就是 其實因為你現在的AI 講一下它的新功能 先 ChatGPT 那個PoE那個APP 我們都是在用 或者PoE那個網站 那你就可以setup自己的一個Bot 那有人就setup了不同的Bot 來做不同的功能 那它就會用這個 用一個 你就可以setup它 用了ChatGPT做個底 然後你就setup了裏面一些條件 那你因為你平時跟它聊天的時候 你每次都要跟它講清楚 那 我要假設你是一個什麼的人 你是基於什麼條件去回答我的問題 那如果你本身你經常做同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就set好條件 那你就不用每次打一次 如果不是就成為低行仔 譬如我那個功能是專門是翻譯的這樣 那你就每一次和我翻譯 日文之後就給我一些細節 譬如這個Bot 有人setup了這個Bot 那我們等一下 我先 copy一條連結給皇后 那我現在先 copy一條連結給皇后 那我現在先 copy一條連結給皇后 是啊 挺乖啊 我這樣 copy一條連結 然後就貼出來 是的 它就會用 它可以英文或者日文解釋那句給你們聽 或者它那句的用法 或者有些Grammar類型那些 它都會解釋給你們聽 那我就覺得挺好用的這樣 是啊 那你就setup了個案 那你跟它改個名字 這個就叫日本語教師 然後它裏面那個項目 它裏面那個預設了的條件 就是寫著它就說 你是一個機械人 就專門就是教授日本語 去給這個英語的使用者的 嗯 那所有的訊息 傳給你呢 你就都會回答 with一個翻譯了 會是翻譯了那個日文 然後再加上一個仔細的解釋 是 來到去給 在英文那裏回答給人的這樣 雖然它又是很低能 它給一個很仔細的解釋 用日文給我 哈哈 但是其實看得明白的 看得明白 但是你叫它再用英文 再解釋一次 它會解釋的 哈哈 又或者你可以給它英文 它會回答一個日文給你 那也是會有的 嗯 是的 就是譬如 我寫一句英文給它 然後跟它說 I am hungry 然後它就會出一句日文給我 然後就寫著 我寫著 然後它就說 這句話就是 在日文裡面 就是解釋 I am hungry 第一個 這個onaka就是 你的肚子 肚子 肚子 就是 這樣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 polite 因為日文有分 是 這是敬語 還是 不是敬語 這樣 這樣說話 不過它就說 這個onaka 福就是解釋一個 土 在英文 這個是一個 polite的說法 然後這個 加就是這個 particle 叫什麼 連接齒 連接齒 多齒 這樣 就是用來 就是 在這個句子裡面 就是 用來是連接那個 subject 就是那個 土 這個subject 然後後面那個 3k mask 那就是一個 是一個 敬語 是一個 polite 的方法 去解釋你一個 肚子的感覺 那這個空 這個字呢 就是解釋 to become empty 就是沒有東西 這樣的意思 這樣 然後它就會很仔細 然後跟你說 最後那個 mask 那就是 去講一個 現在的情況 那所以 在一起 這個 土空 就是解釋 現在呢 我的肚子就很空 這樣 或者 我的 stomach is empty 這個是一個 禮貌的說法 來到 它跟別人說 你就很肚餓 in Japanese 這樣的 這樣的說法 那它就很仔細的解釋了 那句說話給你聽 所以 無論你是 給英文或者日文 它都可以翻譯 和解釋給你 那你會不會呢 每一次說一次 寫一句話 然後跟它說 用日文說 然後它回答你 日文是不是 然後再跟它 再跟它說一次 你可不可以再解釋 詳細一點點 這樣 那就不用這樣 所以就 但是 Track Room 都有人說 都給AI教訓 我真的 偶爾都會給AI教訓 所以 我有一點點期待 Elon Musk 那個 他那個 Truth GPT 看看會不會 沒有那麼容易 教訓 哈哈 我見到 Track Room 各位朋友 就 幫他 去翻譯一段 減低這個 背鑊的機會 然後 他教訓 那個AI教訓 聽眾說 不鼓勵 社責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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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都被AI教訓 都 都 看看你怎麼跟AI溝通 就是 可能你會跟它說 叫它 直接告訴你 怎麼社責 就可能難 你可能跟它說 怎麼解釋給客人聽 其實這件事 就不是我負責的 可能我會跟你對 是啊 就是你跟AI講話 都會有技巧的 對 跟AI講話 有時候要來來往往幾句 他才 才說 不好意思啊 原來我誤會了你 好啦 我解釋給你聽 我回答你 我誤會了你 真是不好意思 哈哈 哈哈 是啊 會的 他教訓完一輪之後 哈哈 我reface幾次 是啊 用AI檢查一些 翻譯準確的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Google Translate 是相對地就馬上差了 是 Google Translate 一向都是亂說 哈哈 我也有看過 Youtube 尤其是日文 翻譯英文 我也有看到 一些日本Youtuber 在那裡笑 Google 為什麼翻譯得不準確 搞到大家講話 很有曖昧 說話錯了那個意思 這樣也會有的 是啊 這個狀況 所以 現在就 我相信 現在來Google Translate 都會改善的 因為就說 Google 就要推出一個新的AI 搜尋引擎 我希望它不用我登錄 或者不用我註冊 就給我用 這樣 就叫做 背仔 這樣 但是它是未 不知道多久 才到香港要用 因為它首先 它會只是在美國那裡用 還有 最多給100萬人用 最初 遲些就會開放 現在就 遙傳的消息 消息 他就說 應該這麼說 有記者有問過他的 跟著之後 沒有否認這件事 只不過是 回答說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項目在做的 這樣 這樣 就不是所有項目在做 最後都會出門的 這樣 就沒有否認到 沒有否認到 就是有了 嗯 更何況 你Google 跟我說你沒有做AI 這件事就不可能 是不是 現在就 很合理 Google要說 是很合理的 因為現在 Bing真的是 就是Microsoft 已經是對它很大的威脅了 也有一個傳聞就是 說 因為 Samsung 是在考慮著 Default Search Engine 轉做Bing 就不用Google 然後Google 就很緊張 這個傳聞 這個一定的 它應該很緊張 我想Google 人生都沒有試過 它的搜尋軟件 是受到威脅的 Google從來 因為Google一出現 就打死了Yahoo 是啊 它作為一個殺死Yahoo的人 是不是 它都沒有考慮過 自己會被人去取代 所以這個 很感覺到受到威脅 還有你搜尋軟件 你是 永遠只有一個 不會有第二個 大家用開了那個 就全部人都只用那個 你對 因為就算 因為其實 例如 美國之前選舉那一期 用普通Google 或者用普通的搜尋軟件 是 有些東西 你是有困難去搜尋 然後你就要用另一個搜尋軟件 但是因為 我那一陣子都用那個搜尋軟件 但是過了一陣子 我已經不需要找那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很自動地 因為我一按電話 它的原本就是Google 我怎麼會突然轉做這個 我不會無緣無故 走去 入那個 那個 URL 入另外那個搜尋軟件 然後再按一次 我就 我要做兩次 我就要打兩次 是啊 所以 它就會很擔心 喂 你要明白 你是不會市場佔有率 被它分了一部分 你會直接死 是 沒有另一個選擇 尤其是 等於沒有了Yahoo 等於Yahoo死了這樣 不就是它存在 但是死了 是啊 現在Yahoo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日本人用的 沒有其他人用的 哈哈哈 對啊 所以你要明白 你一去到 就是在Google這種規模來講 如果你沒有了 你只沒有了美國市場 你就拜拜了 對不對 是啊 所以你就必然要在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追蹤AI的步伐 就是說真的 如果你不是說 Google 我還會把Gmail 還有Google Map 還有Google Map 的話 我可以不用Google 其實我現在可以直接用冰 就是現在這個狀況 是 因為我沒有用過冰 我不知道有多好用 但是 是 其實搜尋遠點 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 你真的 一樣 我可能那個界面我看上去不舒服 那個界面都漂亮的 那個界面都漂亮的 比以前的Yahoo 都漂亮 就是你都是一個新潮 你可以按一下 搜尋冰 這樣 只不過到我來到講 因為我要用Gmail 還有我用Google Map 就是 我唯一會用Google搜尋的原因 就是這樣 都是 然後 因為我有時候 可能我搜尋地址 然後我要直接加上Google Map 如果你說 你說以後 冰很厲害 可能過五年之後 冰很厲害 大家都用冰的地圖 和冰的E-mail 那我可以不用Google 是不是 你Google 可以直接摺 還有 Microsoft本身 就已經有很多 很多的Software 你用它 Microsoft Office 你那些 你那些 一定是用Microsoft的 是不是 我們一部人 就是沒有什麼 唉 你用電腦做事 就要用Microsoft的 就是譬如 Excel Word 那些 我試了冰 它出來的介面 搜尋完的介面 跟Google都很像 所以 是啊 照叉的 是舒服的 我的眼睛是覺得 是啊 它的顏色 顏色都是順滑的 都是好看的 你看上去的樣子 最重要就是什麼呢 最重要就是 你看上去都覺得一樣 無所謂 哦 是啊 然後你裡面有AI 又好像很厲害 是 然後大家就不介意去使用 還有 Microsoft本身這麼大 因為Microsoft本身 電腦的Windows 是用Microsoft的 啊 你沒有人用Google的Windows 你想想它是可以 一次過就把所有的產品 用AI 扣在一起 就好像 好像阿里巴巴 嗯 就是 Microsoft就是美國的阿里巴巴 是 它可以將它的Windows 再扣在它那些Office的產品 然後 然後再 它是爭在那個遊覽器 真的太厲害了 你Microsoft的Edge 真是 很難有人用 像IE 那樣 哦 但是 check room大家都很討厭病 咦 你們這樣講一講 又說無緣無故 就去把一些東西轉了 做別的 就是被兵轉了做別的東西 我其實 如果是這樣說 其實我也試過 又這樣說 但是應該現在沒有這麼厲害的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過了幾年就不完蛋了 它有AI 對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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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現在 你現在 那些有些東西講錢而已 你有錢下去就不完蛋了 對嗎 嗯 你那些去到 你早幾年那些 那個 IE那些它就放棄了 我想大家不用討論 你都看得出它放棄了 那些就垂死一戰了 就是純粹我覺得是 可能那個地方的人 那些人 那些東西不太純粹 沒有理由我做不到 那些人還是做不到 哈哈哈哈 嗯 那你跟著那些 那些就去到 就是變了現在 就是 游覽器 就是Google獨大 那你那個游覽器是它的 那它當然就會 設定了那個 search engine 都是用Google 那樣這樣的狀況 那但是你 如果你說 你之後沒有AI的話 你就會輸很多的了 是 你做AI真的太強了 那你沒有辦法 就是和你 你將那個AI 扣入了你的搜尋軟件 那你就變了 其實你是搜尋 同時間問問題 你兩個東西可以混在一起做 也都是處理了現在 什麼ChatGPT上不了網 就是它不讓你上網 其實它本身當然是上網 傻仔 那它不讓你上網 那個問題 那你將它放進 那個搜尋軟件那裡 然後我就一定可以用它 又上網 又可以拿到我要的資料 那就是 達致到大家想要AI的做法 就是我問問題 你回答我 然後再給我一堆連結去看 那樣 就會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還有它應該會可以出到一些 比較有關的結果 搜尋結果 因為有時候其實說 你用Google的話 都說了很久 就是因為其實你用搜尋軟件 你要用很多的鍵字 你要對那個鍵字 才可以中到你想要的 有時候 就是有時候你搜尋那個鍵字 實在是太大路了 那些名字太公廁了 就是可能例如 搜尋 例如 一時間想不到 例如我最近看 剛剛上個禮拜 我剛才講的那套Beef Netflix劇 如果我這樣打Beef 我一定會出牛肉給我的 就是 它不會出到那套劇給我的 但是這個也不是一個好的例子 我之前 我記得我也是之前 不知道搜尋什麼東西 因為那個字實在太公廁了 實在可以搜尋太多東西出來 就沒辦法搜尋 好像都是電影類的東西來的 但是因為那個名字實在太 太普通了 然後一搜尋就搜尋到很多其他東西出來 然後如果 你要 附加很多很多其他的鍵字 它才可以 強行逼到它 出到你想要的搜尋結果 如果有AI的話 我覺得它就會聰明很多 在這方面 就是我不需要 可能你沒有需要 那些鍵字準確得那麼重要 它都應該可以 嘔到一些 你是真的想要的結果出來 這樣 因為真的很笨 有時候搜尋 我真的不是想搜尋這個東西 我搜尋 我在搜尋另一個東西 你不要再給這些結果 我 然後就要想很多 你自己人類 作為一個用家 你就要思考非常之多 究竟用些什麼的鍵字 去產生一個準確的結果出來 但是AI的話 就可以 補完這個人類 可能 沒有這麼聰明想的 鍵字的問題 是啊 有人說搜尋也有技巧 有AI 我就可以省掉那個技巧 是啊 因為你可以就這樣問問題 你簡直可以 好像跟人類問問題 問人類問題 那樣問問題 你講不清楚 他都可能理解到 是啊 而你要明白 要講清楚一件事很累的 你下次要講清楚一件事很累 譬如我在搜尋 那些劇集或者電影的名字 你知道的 那些英文的名字 全都一樣 很普通的 你可以有一套戲 那個名字叫做Beef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我 我就會跟你說 你瘋了 你這樣叫人 怎麼搜尋你 你有一套戲叫做 The Manual 這樣都可以 我每一次都要搜尋那樣東西 然後後面再加上 Movie Film Series 或者Whatever 那些 你那些名字的時候 譬如 你如果我一下一下 我搜尋的時候 我都要寫清楚 這個是Movie 這個是Series 這樣 有時候我真的想不起 它是電影的劇集 Netflix 那些 又或者 我要想清楚 Netflix Disney Plus 是不是 我昨天也是有試過搜尋一個 我是搜尋 用了很困難的時候 很困難才搜尋 因為我是純粹看到 MIRROR裡面的Tiger 不知道撿到一套 不知道什麼東西 因為我只是看到那張Postar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只是搜尋了Tiger的名字 然後再搜尋 它那張Postar上面寫 事日精選 我按進去 然後就很多精選的Tiger的照片 我找不到究竟它 撿到的那個什麼事日精選 究竟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連它什麼東西都不知道 我純粹想 我唯一的資訊就是Tiger 和事日精選 然後我總之 我用了很久的時間 砌來砌它的題目 我才知道 原來它撿到了一套短片 叫做事日精選 是 那你這麼公廁 就很難找 是啊 你去搜尋Tiger 然後它就給你一堆老虎 然後Tiger也叫MIRROR 然後它就給老虎照鏡的照片 是呀 你那個時刻 你跟AI有腦 我如果說MIRROR MIRROR Tiger 你應該知道我講什麼MIRROR Tiger 是啊 不是在叫鏡子的老虎 而你知道 其實它是可以做得好一點的 Facebook派給我的廣告這麼準 是啊 Facebook派給我的廣告 都是不應該會惹起我興趣的廣告 我經常都 是啊 沒理由我搜尋的東西 那些廣告這麼準 這件事很怪的 只能夠說它是生的 哈哈哈哈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 你只要砌那個AI下去 那就會好很多 所以現在就是 Google就會砌那個AI 下去它們的搜尋員 我相信其實它已經是有AI的 是 我覺得 以你的財力 那AI來說 你都是把很多CPU GPU 搭在一起的 是 你只要運算能力夠高 就砌得出的 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電腦的東西 你需要運算能力高 你就將很多個 中央處理器 搭在一起 然後它就倍數上升 是的 你只需要很有錢 就可以了 去到結論來說 是啊 所以我相信 Google一定做到的 對不對 它甚至不用像Elon Musk 那樣特意買10萬個 可能它自己本身有 嗯 是不是 又或者它直接買了 別人的公司 嗯 是不是 那當然本身做CPU的公司 都很貴的 那 但是anyway 我覺得以它的財力 它一定做到 只不過是你到底 怎樣去整合它 就是譬如 你Google本身 它有那麼多 就是Gmail 有Map 那這些比較多人用 再加上你的search engine 究竟你那個AI 要怎樣去配合 這一點才會是 它比較需要去 去設計的一個部分 嗯 例如單純是說 那個 要製造那個AI出來 我相信它是做到的了 那 然後還有那些運行上面 究竟是 我一開始launch的時候 要怎樣做 怎樣扣連了所有東西 那些Google calendar Google document Google sheet 那些我最常用的那些東西 怎樣扣連了它呢 這樣這個就才是一個去到 去到 考驗它那個技巧的地方 那你怎樣令到那些東西 用得好 這樣 但是我相信 去到最後 就是兩國的AI都會是厲害的 但是就 怎樣去到 令到它們可以去 就是Microsoft 和Google 他們那個戰爭之間 怎樣令到它們可以吃掉對方 這個我相信 會是它們比較考慮得 很重要的東西 現在他們 可能各個世界都會分裂的 就是等於這個世界 又分裂了 Apple和Android 這樣 那我覺得 都有機會可以分裂的 看一下 有些少少不同的 有些少少不同 因為Apple是luxury的東西 大家的感覺上是 就是你不會覺得 現在Android 我AI 我不用Apple 不會的 是不是 你用Apple的人 怎麼都用Apple 因為我們是Apple的人 是用了Apple的整個系統 當然Android的人 是用了其他的那些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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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而Apple Apple是奇特的 因為Apple是屬於luxury的東西 但是你只有一個Android 你沒有人用Microsoft那個 Wind 那個OS的電話 我知道有 沒有人用的 我試過 是我媽媽的電話 試過買了一部電話給它 是啊 是啊 真的不孝 都不用那些功能 那部電話 那部電話比較便宜 那個沒有人用的 就是等於 不是啊 因為很多年之前 Nokia的電話 是用Nokia的電話 是不是Nokia 好像Nokia的電話 是用的 Nokia的電話 是 但是Nokia是曾經用過一段時間 所以我媽媽之前用Nokia 她現在也是用Nokia 但是現在那部Nokia 是5至8年前 是 她現在那部Nokia 是 是啊 5至8年前 Nokia出的那部電話 是有Microsoft的OS 是 那我相信 Microsoft應該是送給它用的 在這個系統之下 你又沒有人用 我又沒有人用 不如我們第一次拍到一起 混合到另外一圓 怎麼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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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發覺你真的不行了 大家一切都沒有人用 是 結果就是 哇我們雙叫合璧還不得了 但是沒有 真的不得了 大家都沒有人用 去到最後 嘩 我相信Nokia 可能才做很多錢 哈哈哈哈 所以這些東西 你要明白 去到最後只有一家 那就是去到 看一下可不可以 現在就是Microsoft 就作為這個搜尋軟件的挑戰者 看看可不可以用這個AI 劈死Google Google都在想著 我有沒有辦法用AI 去整合自己的那些產品 去鞏固的地位 跟著然後 它一直都在謀 可不可以做一個 那個電腦的這個OS 嗯 它嘗試過做的 Windows 有Chromebook的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人用Chromebook呢 現在除了Google內部的人之外 是沒有人用Chromebook的 它都想做好一點的 做不到嘛 哈哈哈哈 所以大家 就是AI就會是一個 去到 去到改變這個 戰場的一個 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基本上 Elon Musk那個 其實我就覺得 大家理他 就不會太理他 Elon Musk的 嗯 你都是拿去放在你的玩具車那裡 隨便 但是在Google和Microsoft 那個戰爭那裡 就會是影響大一點的 嗯 就是 看看究竟 AI引入了進去 即 接下來Google 和這個 賓 都有AI 究竟 網後的戰爭會怎樣呢 這個就相當之令人期待了 嗯 究竟會是 說 究竟會是Microsoft 就搶佔了這個搜尋軟件的市場 還是 是Google 守得住 再去打回它那個 這個 電腦的 這個 OS的市場呢 這個就相當之令人期待了 嗯 你雖然知道 他們現在那個產品都很厲害的 即是 Microsoft的搜尋軟件 以及 這個 這個 Google的 這個 電腦的OS 是吧 那所以就是 看著它 接下來會不會 有什麼大的改變 我相信是會有改善的 起碼現在 冰那個樣子是可以用的 不是之前那麽厲害的 那 那 那 所以就看著 接下來會怎樣 那 那但是去到最後 我覺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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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而言 就是 都是會對大家的工作 生活 有很大影響的 大家都是 要 要早一點 或者搶了你份工 是啊 很大影響是 搶了你份工 是啊 它是會的 一定會的 就是譬如你 現在我看到做IT的那些 都說 哇 就是很厲害哦 它寫了 你如果你是 就是 一些比較小的機構 你都很難去取代了 那些人手 但是你那些大機構 你就發覺 咦 可以減一部份的人手 已經這樣 那已經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這樣 所以大家就都要留意 哇 方思拉說 在用Chromebook 很慘啊 唉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Chromebook是被人嫌弃 是被Google的員工嫌弃嘛 Chromebook 因為現在Google去 剪了他們內部的娛樂 就剪了他們 不讓他們 用MacBook 要他們用Chromebook 裡面都被人吵了鬼 你看看多久 有見過裡面的員工 會在那裡 投訴自己公司的產品 投訴得這麼厲害 才行的 你一跟他說 唉 我們以後要用自己公司的產品 然後他就馬上去投訴 嗯 是不是 你就知道他們幾話恐怖了 這樣 沒錯就是這樣 那樣 所以大家都 都密切留意發展 那我建議我們 作為消費者 你們兩樣都要用一下 那個兵呢 我都要去排隊 這樣 暫時都沒有新消息 那麼到他出了 我都給我用 再試一下 再看又怎樣 就是這樣 那好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